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分享生命》 一个男子住进神秘公寓,最后连生命都被人分享的故事 影片的开始,张耀阳接到两张通知 第一张是他被解聘了,第二张是他被解约了 作为一个双师青年,张耀阳实在是囊中羞涩呀 酒店最便宜的房间都住不起 就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 路边一则《分享之家》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个月二十块租金,这是什么宝藏公寓呀 反正都走投无路,那就去试试呗 出来迎接的人叫瑞奇,他对张耀阳的到来并不意外 先握个手表示欢迎,再做顿饭收买他的胃 张耀阳是彻底被迷住了,但他还没明白《分享之家》的意思 瑞奇解释说,《分享之家》就是你吃的东西,穿的衣服 这里所有的所有,大家都可以共同拥有 通俗来讲,就是大家一起快乐生活的地方 听到这儿,张耀阳心动了,一马就拍板住了下来 这时,《分享之家》的其他室友纷纷登场 一个是视力模糊的眼镜男,一个是熬夜加班的偏分男 看起来都挺热情的,这时,瑞奇又把他带到了外面 更进一步扩充了《分享之家》的好处 在这里,交通工具也是共享的 为了体现对新成员的重视,瑞奇还直接把明星张亚当的房间给了他 还说,只要对方没回来,里面的东西他都能够使用 衣服随便穿,东西随便吃 瑞奇说,这都是你享受幸福的权利 次日凌晨,他的美梦被肚子疼打断了 下楼之后,偏分男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送了一台电脑,还说,这就是互相帮忙嘛 隐约间,他觉得自己视力好像变模糊了 这时,眼镜男下楼了 奇怪的是,他的视力一个晚上就变好了 人也精神了很多 还是这个时候,张耀阳发现一直咳嗽的瑞奇也不咳嗽了 当然,这并不重要 从分享之家走出来之后 张耀阳感觉自己脚底生风 不仅工作带劲 就连先前的女同事都刮目相看 晚上,明星张亚当也回来了 一进门,就给他送一块名贵手表 这可把张耀阳高兴坏了 一激动就咳嗽了起来 并排而战的四人面面相去 仿佛都知道点什么 又是一个清晨 张耀阳心情格外的好 今天可是要去约会的日子 只是他不知道室友早就看了他的手机 还次次把约会地点改到了分享之家 总之,这一顿饭张耀阳吃得很不开心 但瑞奇看来这很正常 快乐就要一起分享 更何况规矩早就说过了 分享之家就是什么都要一起分享 女朋友也不例外的 吃完饭他没有想让女孩留宿 使张耀阳坚决不同意 那可是自己的女朋友啊 在室友的眼里 张耀阳是一个不懂得分享的坏人 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 张耀阳觉得自己还是搬走好了 毕竟他真的无法理解这个分享之家 没有人来出声阻止 在他们看来 张耀阳的身上已经没有可以分享的东西了 走出大门之后 张耀阳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里的分享之家是什么都要换的 眼睛男换走了他的视力 偏分男则用工作机会换走了健康 而瑞奇仅仅是为他做了一顿饭 就治好了咳嗽 就连病重的亚当也只是用了一块手表 只可惜张耀阳明白了太晚了 最终他死在了马路边 而分享之家就迎来了新的住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下呀没有免费的午餐 想要什么还是要靠自己争取呀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